音樂 所以這是第一種 透過 function 然後可以要到一塊 array 然後那 array 裡面每個元素都是一個 point 這樣的 struct 構成的東西 那另外一種寫法呢 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還會呼叫第二個版本的這個 function 第二個版本的 function 一樣要跟它講說我要產生多少個 這個 array 的元素有多少 然後我把這個某個位置傳進去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 是 B 這個變數的位置 可是剛好 B 這個變數它已經是一個指標變數 它本來就是要用來記住記憶體位置的 然後我又把它自己的位置呢 這個變數的位置傳過去給它 傳過去給這個 function 那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希望能夠在這個 function 裡面 去更改 B 這個變數的內容 所以我必須要把 B 這個東西到底放在哪裡 哪裡跟這個 function 講 那這個 function 就會用一個指標變數去接收這個資訊 那為什麼要兩顆心 因為 B 這個東西是一個指標變數 因為它有一顆心就代表它是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變數呢 它所記住的是什麼東西的位置 是一個 point 心號這樣子的東西的記憶體位置 所以它是記住某個指標變數的記憶體位置 那剛好就符合我們剛剛傳 B 那個 end 傳進去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一樣透過 malloc 要到一塊夠大的空間 然後呢 把它存在這個 BP 信號 BP 裡面 那信號 BP 是什麼 其實你回到主程式裡面呢 信號 BP 就是在主程式裡面的 這個 B 這個指標變數 是不是 因為在這邊傳這個 它的位置嘛 所以傳進來之後呢 到這邊之後呢 其實 BP 代表的意思是 是等於這樣子 外面 這個 我現在的 B 是外面那個 B 然後當我加了信號之後呢 這邊就等於是它這邊加信號對不對 加信號跟 end 剛好抵消 所以這個作用抵消之後呢 其實我這邊在寫的 句子就像是這樣子 等於是把這一句話寫在主程式裡面 其實就是透過 malloc 去要到的一塊空間 然後存在 B 這個變數 但是一旦你想要在 另外一個方選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 你就必須把那個變數的位置傳進來 然後傳進來之後就要靠另外一個指標去接收它 然後就變成這麼複雜的寫法 那底下的這個設定也是一樣的 你就要把這個位置找到 然後透過那個位置當作一個正列的開頭位置 然後去編號 i 的元素呢 把裡面對應的欄位把它設定一下 所以底下的寫法就會是像這樣子 那這是兩種不同寫法 所以可能大家會覺得這種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很單純的傳 參數進來之後然後把它的 return 值傳回去 然後這個的話好像比較囉嗦 就是會變成是傳指標進來 但是有些情況下你會不得不用 62 行這種寫法 譬如說我現在想要想要更改的東西是兩個 想要同時產生兩個 兩個這種 point 的 array 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再多傳一個這個 point point 信號 信號 然後 cp 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有信號 信號 然後 bp 那在這邊就沒問題 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呢 這裡的話 c並沒有讓你這邊可以 傳回這什麼兩個 信號 然後 逗點 point 沒有這樣的語法 對不對 它不能把它變成一個 pair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要傳回去的東西是 我要傳回可能 a 然後跟 c 這樣子 兩個指標 不行這樣 所以當你要傳回去的東西 不是只有一個的時候 那因為 c 的 return 值就只能一個 那你這時候可能就必須要用類似這樣的做法 或者是你要把 它的 return 的東西再包裝起來 包成另外一個 struct 那這樣才可以 讓它用 return 的方式去寫 所以最好還是兩種寫法都熟悉一下 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你可能會需要不同的寫法 然後不要因為它這個 有兩個信號就拍視它 反正它只要你按照我們說的這些方式去分析的話呢 它對應的 type 你看得懂的話 它怎麼使用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兩顆信號跟一顆信號其實差異不太大 那這是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底下還有的例子是像 複數 這也是你常常會用來當做 自己去定義這個新的 struct的例子 就是一個複數應該是會有虛部跟 實部跟虛部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用這樣的寫法 這個可以去掉這個名字其實不重要 這樣寫就好了 所以我們 type def 然後這個 your struct 長成這樣子 它有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都是double 然後一個欄位的名字叫r 一個欄位的名字叫i 所以r是對應到實部 然後i是虛部 然後我們把這樣子的 struct呢 取一個名字叫做complex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用這個complex 當做一個新的type呢 去產生一些變數 所以我可以有complexxyz 然後對於x呢 我就用這個set complex去設定它的值 把它的實部設成1 虛部設成2 所以你可以看到set complex 它的寫法會像這樣子 所以我傳一個指標進來 然後呢它的r跟i 該設成多少傳進來 所以這邊名字可以取得不一樣 好了免得混淆了 所以我傳它的實部虛部進來 那我在這邊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透過這個指標 去把它所指到那塊struct 那個complexstruct的r這個欄位呢 設成rr 然後它的i這個欄位呢 設成ii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 它的這個複數呢 的內容把它設定好 所以經過呼叫了set complex之後 x的值就會是1加上2i 它的複數的值就會1加2i 那同樣的y也這樣做的話 就變2-3i 那為什麼這 這裡我們要特別寫成function 為什麼你不直接 乾脆就 點r等於1 x等於i等於2 做這樣就好了 就不用呼叫function 然後y也是可以這樣做 那這邊是刻意寫成function 有一點是因為 通常你在開始使用struct之後呢 你慢慢就會朝向 像是物件導向這樣的寫法去寫對不對 那通常你會把那個資料呢把它包起來 所有要去修改資料或去讀取資料 或去對它做任何更改的 都透過function來做 那你知道有function當作這個界面 去改那個資料內容 你不要直接手動去動到那個資料內容 那這樣會是比較模組化的寫法 所以以後你們在寫遊戲的時候呢 應該也用類似的做吧 譬如說飛機好了 飛機在飛 所以飛機可能就有xy座標這個狀態 然後以及它目前的血量之類的 那當它前進的時候呢 你不是直接去改它xy座標 你是呼叫一個function 比如說叫move 然後它就去把那個飛機傳進去給它 就去改它的它的座標 透過function來改它的內容 然後譬如說它被撞到了 那就呼叫一個cache之類的function 然後它就會去把它的血量減少 所以不要直接去動那個struct的內容 而是透過function去動 那這兩個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寫另外一個方選 是把兩個複數加起來的 然後加起來的答案呢 放在第三個複數裡面 所以我們把xy傳進去給它 然後z也傳進去給它 那為什麼這邊xy沒有傳這個位置 因為在傳位置也可以 但是因為在加法裡面呢 我們是加出來的答案要放在z 那xy並沒有動到它 所以我們只是純粹讀取x跟y的內容 然後z才會被改變 會被改變的東西 我們才傳它的記憶體為止 讓那個function真的去改它的值 所以看一下add裡面怎麼寫 我有complexa,complexb 然後target是t 這是一個指標變數 然後呢我們就是把t的這個指標變數 它所指到那個complex那個struct呢 它的對應的欄位r呢 設成a.r加b.r 那為什麼是a a是用點 a跟b是用點 是因為它們不是記憶體位置嘛 它是實際上存在的一個struct 然後當時你呼叫add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x的內容把它 複製給a y的內容複製給b z的記憶體位置複製給t 對,z的記憶體位置複製給t 所以t呢取得了z的記憶體位置 所以透過t呢 我們可以去把z的內容改變 用這個方式去寫 然後a跟b呢 就已經有拿到x跟y的副本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點的方式 把它的內容取出來加起來 那這裡的算法就是 因為複數的加法就是 把十步加十步 續步加續步 所以各自這樣加起來 就是它該做的運算 然後加完之後呢 照理說z呢應該就會得到 1加2i跟2減3i 加起來多少 是3減掉i嘛 3減1i對不對 所以z應該會是那樣的值 那我們就呼叫另外一個function呢 跟剛才一樣的原理就是 我通通都透過function來做 所以其實我只是要顯示z的內容 我也是呼叫一個function 而不是直接在這邊用printf 然後譬如說像這樣子 然後z.r z.i 我們並沒有這樣寫 所以我們把這件事情交給 show complex這個function去做 那它裡面就可能用某種特定的格式來顯示 譬如說它就 百分比.2f 然後加上這個什麼 這裡百分比加.2f 是要多一個加的意思 是要那個 讓你的正負號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負數的話 它會變成是減i 而不是說我們可以試一下好了 我要講的是說 這邊如果是加的話 這樣的話 那以這個例子的話呢 你會跑出來像是 這樣子 3.0加負的1.0i這樣子 那你把這個 加這個符號呢 交給這個 百分比的格式設定呢 放在這邊的話 它就會依照它的正負號來決定說 到底該放加還是放減 它會加上這個符號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比較像是 3減掉i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它的答案 那要是你現在突然想要改變它的顯示方式 譬如你想要變成全形顯示 或是你想要用什麼更漂亮的顯示方法的話 你只要在這裡改掉就好了 那使用這個方選的人呢 他不用在乎這麼多 他只要呼叫show compass 就會幫你秀出來 然後show的格式是什麼呢 是這個方選裡面自己會決定的 所以把這個顯示跟你的資料的儲存把它拆開來 一樣就是不要去直接動到你的struck的內容 那這是另外的例子 所以你之後我們在做期末專題的時候 你應該會定義非常多的這樣的東西 飛機也會是一個struck 然後那個子彈也會是一個struck 裡面各式各樣的物體都會是一個struck 然後你就去想說這樣的一個物體呢 它會有什麼狀態需要去記錄的 它會有XY座標 會有它的血量或是它的威力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呢就是記在這個struck裡面 然後到時候發生什麼狀態的時候呢 你就去讀取它的內容或去修改它的內容 然後最後這邊還有一些例子 這個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完了 就是像這裡 一樣就是把data包起來 所以你會有data然後裡面還包一個指標 那一旦你把struck裡面也放一個指標之後 就會開始有一些有趣的東西發生了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struck串在一起 那它就不見得要像array那樣的 依序在記憶體裡面依序排列 它可以是串來串去 那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資料結構呢 就會需要用到這樣子的方式去定 像這裡這樣 去定義那個你的struck 所以它可以指到跟自己同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struck叫node 然後裡面它包含的東西呢 是一個指標指到什麼 指到也是一個struck node的東西 所以它是可以互相指來指去 甚至指到自己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延伸出一些 特殊的資料結構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介紹這個 那下次的話我們 下禮拜的話我們再介紹 那這禮拜的 禮拜四的上機考呢 就不太算考試啦 主要是要搭配我們在禮拜六的這個活動 所以禮拜四的話 主要助教會花一點時間 30分鐘40分鐘去講解一些範例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未完成的範例 你們就依照他教你們的東西把它完成 所以會包含要在螢幕上畫出一張圖 然後要在螢幕上顯示出一個比較大的字型 那這個你們只要照著範例做就可以 然後有問題的話也是可以問助教 所以主要就希望你們在禮拜四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親自去完成一個範例 然後到禮拜六的時候呢 就可以開始做你們期末專題的東西 所以到時候你們要 禮拜六的話呢 你們要先想好說到底你們期末專題要做什麼 然後開始用我們給你的工具 包含畫圖啊字型然後音效這些東西 開始做一些雛形 所以簡單的像是片頭片尾的畫面 都可以先做出來 然後主選單也可以先做出來 然後再來就可能一些遊戲的一些元件 你們可以慢慢做 所以希望在禮拜六的時候就可以完成一大部分 至少完成一半 然後剩下三個禮拜的時候可以 把其他東西完成 那我們同時會辦一個 像是比賽啦 就是禮拜六的時候 讓大家去投票來決定說 當天做得最好的是哪一組這樣子 會有一些額外的獎品 獎品 獎品 不要太大的期望 也是不差啦獎品 對 現在先不要講好了 但是是可以 可以換實際的東西的 禮券啊或是什麼 所以希望禮拜六的時候大家可以盡量 能夠完成多少 就越多越好這樣 那你的期末專題會比較省事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 好